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情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分析环节 我觉得到底谁是马顺平 这真的挺难分的 我想问一问吕慧 因为你去过现场 就在村里大家怎么看这事 我在前期去跟姐姐联系的时候 她最开始接受我的电话采访的 她的回答就是说 1988年换完名字以后 然后她在村里边 也一直使用的是马顺平这个名字 然后包括她当时去签署的 这个宅地地证上的那个马顺平 她为什么会签署这个名字呢 对 她当时给我的回答就是说 她虽然患了身份证了 但她20年一直习惯用这个名字了 所以她就理所当然的 去签署这个名字 包括她说在村里边的时候 其实村里边人也都叫她 叫马顺平这个名字 妹妹这边的人都喊她什么名 妹妹这边 因为她以前是住在房山 后来她跟她丈夫离婚了以后 然后搬往河北 河北那边几乎就是 不是以前的邻居了 但是她给我的回答是 在生活中她都是一份 是马顺平的名字 所以现在就是村里面 有没有能相关的人 能来证明 比方当年的分家单 或是后来这个签 我们说这个房屋的 相关信息的这个资料 我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昨天也看了一个 就是狼主给我的那个资料 就是他自己认为说 能够证明自己 是马顺平的一些东西 包括说他所谓的村委会 给他出了证明 然后还有就是今天的 她的哥哥姐姐也是想来证明 有这么一个实证 其他的我们现在还没现场 先不说 我们现在就是说 他哥哥和姐姐来到现场了 这个证明 您觉得能说得过去吗 对啊 所以我反复在现场问 我说你们是亲眼看到了 比方说分家单也好 或是当年这个给四万块钱也好 他们都不是 都是听这个说 听那个说 别人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没有这回事 什么时候听说的 目前是15年过世的 但是谁知听不清楚 这东西都很难说 所以还是需要证据 那我就想问一下 目前这个情况 如果他想接下来 然后继续去申诉的话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或是他需要找到什么 才能够突破口 这里面是几两个问题 一个是窄基地的问题 93年确权窄基地的问题 然后有的窄基地 他才能在窄基地上面 在盖房或者是翻建 那他要确定当时确权的时候 这个窄基地到底是给谁的 他凭什么能取得窄基地 什么理由取得的 是说确权的时候 村里头认为他是村基地成员 然后把这个土材给他 还是说像他说的就是分家稀产 对吧 首先要确定窄基地 接下去就是窄基地上面的房子 有经过翻建 那是他建的还是姐姐建的 他刚才说是姐姐 但是翻建还要需要审批 审批是给谁的 是给姐姐还是给妹妹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 村里面它应该都有相关的记录 但是不管是审批啊翻建啊 它应该都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 它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这些证明 因为现在从名字上面 不要再纠缠 分辨不出来谁是谁了 再去说名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是 我们要追究说这个东西 它到底真实的 是要给妹妹的还是要给姐姐的 如果说是要给妹妹的 那不管说是马顺兰还是马顺平 这个就是给他的 就是他的焦点 不要再放在名字上了 而是放在我们这个宅基地上 当年是我们怎么去确定的 直接到个人 名字那你要说真实的 他想找回自己 他应该是马顺平的 他自己也糊涂了 到底我是马顺兰还是了 糊涂了 谁能给他认啊 是吧 是 那我们待会就给他这个方向 给他一个突破口吧 经过探讨 律师最终找出了问题解决的方向 那么马女士能够得偿所愿吗